诶诶诶李白你慢点啊 我魂都追不上了 刚才你们都看到了 这些被八个大喊穷追不舍呀 每次当我按保护摇摇的时候 我内心起呼不定 总能感受到最近粉丝内心的深处 对我满满的爱 咱们推掉对面全部的一塔 才算游戏开始 可以看到兄弟们 对面的中塔还没有掉 对面的小伙伴就全力包围了过来 开启机房锁定墓标挂在顺侧身上 拆掉中塔 期望着他能开船带我逃离 这看来哪也去不了了 果然还是不能太相信队友 关键是个还得靠自己 部分队友呢 也在激烈阻止他们追过来的步伐 让我有传口气的机会逃出包围圈 李白跟在我们身后 也是非常的热情 想让我上他的头顶 大招冷却完毕 咱们直接跳上去 两段一技能 拿开超远距离 给他们留下一段背影 也不知道这位野王哥哥会到我 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 咱们的视野已经暴露了 地方的小伙伴也是温讯而来 李白你慢一点 我要掉下来了 好吧 我们真的就掉下来了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通过小地图对面的工们 去往他们南去搜查 留下一个张良 在这里威胁也不大 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极其的想保护我 但是你们好歹分散一点 目标太大了 不过看得出来 我方李白还是挺会玩的 两段一技能拉开距离 然后再一技能回来 简直把对面的小伙伴 玩弄在鼓掌之中 经过一番追逐之后 我们跑到了这里 正巧我们没有大招 招联一个高压吸尘器 直接把我们打回了陆林状态 反其道而行之 对面就不知道我跑到哪里去了 大招刷新再次逛到李白身上 本来是这个草虫躲得好好的 对面的小伙伴 在极力追寻我的踪迹 哎哎哎 李白你想干嘛 你不要卖我呀 这个小伙伴也是十分的自信 气爽的敌人一番又逃了回来 真的是给我吓出一身冷汗 看来李白还是有点不太靠谱啊 我们直接跳到了云中金身上 要知道云中金和姚美可是CP关系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这孙子开圈直奔我而来 呼着打拨掉了下来 开起机跑 正当我被这所说的时候 孙策你终于是证明了自己 赶紧逃离现场 大家马上的去完毕 前面的李白在等我 我向你奔赴而来 你就是星辰男孩 不是子晴 怎么乱放音乐呢 你在云中金怎么看 不要翻译这是细节 我说怎么没看到张良 原来是在这里埋伏我们 好在对面小伙伴没有及时跟上来 时间难达六分二十八秒 再次挂到云中金身上 我们和石头直接进入了 项路的云中金里 等那一会后 对面机体都包围了过来 这个位置好像他们都打不到我耶 看来是我想多了呀 真的还没反应过来 咱们看起机跑 直接开溜 看司马一对我自身的伤害 你别刮了行吗 我错了 回过头一看 我队友呢 我队友呢 怎么没有人呢 随手一个一技能先减速对面 司马一追了上来 一个一技能打到我的身边 伤害不高 无辱性极强 幸好李白及时干的 我直接一个李白跳到姚身上 影子回来躲过致命一击 我后面的这个魂还真是飘影 魂还没追上李白 李白就先走一步 看来这局还得靠李白 来带我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时间难道第十一分钟 对面的人真的是对我穷追不舍呀 没有办法我们堵在墙角 我还上座身呢 看来这一次应该是凶多吉少 咱们也没有大招无法上李白的身 尽管如此 他还是在全力的保护我 走动去撒尔地方的小伴 给我逃跑的空间 但是没有关系啊 10分30秒才送出本局第一个摇摇 都怪这个云中金把我带在角落 让我成功送出了一选 出来之后我本不想挂在云中金身上的 但是李白哥哥又不在 这个云中金可能没看出我的想法 一直跟在我的身后 经过几次看得出来 他还是不太会玩 看到李白过来 毫不犹豫直接挂上去 如果云中金是我逃跑过程当中的半小时 那么李白就是我的并分岗 张娘来的真及时呀 顾顿被打了下来 开启机跑 开始我们新的逃跑旅程 有一双一啊 这李星跑起来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一下子就怕他们甩没影了 躲着这个草丛先进完其变 谁知孙子的船突然就开得过来 你这些要带我去哪里呀 这不是弄抢成罗马 哥们在帮着赌劫 现场一片混乱反其道而行之 虽然咱们没有大家 但是队友这一波还是非常给力的 苏马一大招跟上 果然上理性的声 心里想了想开船肯定比腿跑得快 但是接下来的这一幕 我真的是服了呀 这个开船技术 我真的是不想多说 这都能装上去 结果还被对面的小伙伴 全体包围了过来 我真的是被这个孙子嗨惨了呀 以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前有狼后有虎 咱有没有大招 好但全体就只能够出防御桩 伤害不是很够 白里一枪过来 1387点血 完蛋了 打回怒力状态的时候 还被张良控住 14分钟的时候 咱们才送出第二剂妖妖 护活出来才发现 时间已经到了 下期想看什么 欢迎频道去留言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